好,各位奇友大家好,那这盘棋是今天6月11号进行的第六届无亲园杯世界女子围棋赛八抢战 这盘棋由黑方于之盈对战白方腾泽李菜,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那于之盈的话,其实最近一段时间的状态还算是比较的不错 包括之前在大赛上面战胜李清晨,还有后面的这个亚运会选拔赛 战绩也是非常的可以 而且他对腾泽李菜的这个战绩也是有这个压倒性的优势 我们来看这盘棋到底能不能拿下 开局双方都是新小木 其实这个短短的四手棋啊,布局不是很常见 白棋很少有这种小木的开口朝着黑棋的 黑棋小肥挂,白棋高挂 然后飞压定型,一锦地甲 白棋靠三三,黑棋直接扳断 连回去,白棋挖一个 那这个定势延续到至今的话 可以说也是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变化 像我们以前老早学棋的时候呢 有这个上边断打,以及底下这种low打 都有,以前走这个脚上打比较少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二路打 二路打的话呢,白棋打在这,沾上 黑棋吼一个 白棋这个地方不要先往右边挡 因为你先往右边挡,黑棋拐吃再往上压的话 白棋就可以搬,黑棋就可以搬起来了 你先压的话,这个黑棋由于脚上弃紧,只能长 然后以前的这个定势走法呢,是白棋挡在这 拆一个 然后就现在的这个局面,AI的推荐是白棋继续压 黑棋拐,然后白棋长,等于说放弃了右边的模样 转而把这个头压到底下来 破坏黑棋围控的空间 现在这个定势的下法也是非常的灵活多变啊 实战呢,黑棋打吃是现在最为流行的 白棋当然也可以长 长的话,黑棋先在底下打一下,然后把这两颗子抓掉 白棋断,黑棋粘,再打吃,这个要看针子 现在的情况呢,是白棋针子有力,所以说可以上下 当然后面黑棋马上就可以引针啊 可以最大程度的骚扰白棋的左上角 像点在这儿白棋就不能跟着硬了,这个已经引针到了 那补底下针子的话,黑棋就贴住,把白棋左上给碰上 实战呢,白棋没有选择这样一个变化,而是下力 下力的话黑棋提,白棋虎一个,这也是现在最为常见的 然后黑棋跳一个一选,白棋跳在这儿也是一选 黑棋跳起来扩张,这个都没有什么问题 接下来白棋贴住,这里是模样的消长好点 黑棋点赛三,左上简单定型之后,白棋跳 反正现在有两个方向都是挺大的,一个就是上面直接定型 你从上面的话,那黑棋可能要搬底下了 你走底下的跳,其实黑棋这个地方就不应该走了 上面这个打吃之后力还是非常大的 黑棋跟着硬的话有点被白棋便宜的意思 让白棋上下两边啊,同时都能交换到 这里黑棋稍微亏了一点,然后点刺 白棋甲呢正常,这里不可能粘的,粘的话如此空旷 让黑棋随意打入,那白棋肯定没有收获 甲过来,黑棋立,白棋挡住 下一手棋的话,这个黑棋的断,感觉很鲁莽啊 AI的前三选里面也没有断的这个变化 那这个时候黑棋应该干什么呢 感觉这个也不难考虑啊,左边的空过于的庞大 所以说肯定不能让白棋围 所以说黑棋可以利用这颗子啊,制造一些味道 在里面打入 白棋如果说甲过来呢,那黑棋向这里的小间联络 那这个就会让白棋很难受了 你要是粘伤的话,黑棋再跑出去 白棋的这根棍子啊,也要跟黑棋对着跑 你要是这个时候联络的话呢,黑棋拆盖 那白棋也没办法杀 搜根的话,黑棋出头 正头的话,黑棋小间 这个小间过后呢,比如说你走其他的 还有这种二路拖,或者说二路透点 想活的话呢,这个眼位足够了 尖顶的话呢,这个棋,黑棋就虎一个 那也能活 总归这个地方肯定要把白棋的空套掉 至于外边的话,白棋也不至于太厚 实战的黑棋断这个不好 白棋不管往哪个方向去封锁黑棋 黑棋都不会便宜 比如说从外边 从外边封锁黑棋往里钻,白棋拆个二 你冲出来的话,白棋外边一捕 再出头的话,白棋就算走最为普通的 把这个边控围到三路去 这样黑棋出头也是一串单关啊 白棋上面连续跳之后挂一个脚 这里又有潜力 以后呢,底下压过来 就这样连续压,黑棋得补 不管你怎么补 白棋再去封锁,黑棋还是危险 所以说走在外面,黑棋就已经不好了 或者说走里面也行,走里面让黑棋跳出去 白棋左边一围,上边同时围 也是可以的 实战白棋挡在这里啊 这个棋,棋形相当丑陋 他的想法呢,就是想尽可能的撑住空 同时紧住黑棋的气 让黑棋这里行动不便 下一手,黑棋跳出,白棋顶 黑棋双一个,白棋再跳 当然现在这个白棋就已经必须要 走的比较扁了 本来没有这几手棋的交换 气松出来的话,白棋是可以飞的 这也是一些小的区别 有得必有失 接下来黑棋大飞手脚 顺便加攻,白棋飞出 黑棋凑一个步调跳出 白棋挡下去做根据地 接下来黑棋的下法还是非常的缓 不知道为什么这盘棋 鱼之银下的总感觉有点放不开手脚的意思 这个棋呢,黑棋上面出头已经比较畅的情况下 还是应该打入进来 这个打入的话,白棋刺一下 这里补一补,黑棋拆杆 总之黑棋活在里面 外面就算再被白棋多花一手去包围 也不容易杀 还是左边的这个价值更大 实战黑棋有点过于的谨慎了 这个地方跳一个,被白棋刺一下再一跳 这一手棋把这个大控全部围起来 这个太夸张了 这都围到六路去了 开局围成这么一块空 那这个黑棋的木树已经非常的紧张了 所以说整个黑棋从这个洞出这颗子开始 这个战略方向啊,就已经出现偏差了 接下来黑棋往上贴住 白棋非常强硬,还要扳头 黑棋断 这里白棋景气的话 主要就瞄着这个脚上的三路点 这也是一个局部手筋 这个棋呢,黑棋如果说压过来 白棋可以搬过 你搬下去的话,白棋就断打 拐持 黑棋反打,白棋提 长一个,白棋可以挡住 这个地方黑棋冲不出来 断打没用,白棋可以拐持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白棋就活掉了 不过这个已经是黑棋目前最为理想的一个状态了 至少外边可以走的比较厚 而且还是先手 那黑棋如果说二路斑斩,先去阻渡呢 那就走远了,这个棋被白棋一长 你也不可能冲断,被白棋一立就死掉了 那你只有从这个二路拖去做活 这个棋主动的把脚让白棋给穿掉 这样活掉的基本上也可以认输 那实战黑棋下出的是这一手猴啊 这个棋一看就不行啊 这肯定是一个这个比较怪的棋 形状也差,又没连上 接下来白棋打吃 冲一个啊,这个已经快四分五裂了 黑棋如果搬的话呢,那白棋就搬 你就搬不断了 再搬的话,从后面打吃了 这个直接就一棋收掉 你站的话呢,白棋联络 那这样黑棋封锁 虽然说后归后,但是落一个后手 首先脚上这儿有断还不弹 白棋就往这个边上拆个边 底下安定了 黑棋跟着这样围也围不大 所以说这里黑棋就越下越难受 接下来黑棋拐出来 被白棋这一冲 这个棋亏大了 之后黑棋二路搬 白棋贴住 黑棋再搬头 白棋胡下去 黑棋不断,白棋一路打先手 然后贴住啊 这个地方白棋还是有必要去补齐的 如果说你只是忙着这样断打打吃 希望黑棋长 然后白棋可以这样顺势出头的话 那白棋就忽略了 这里有一个断打 这个很严厉 因为你这个站的话 黑棋就可以跑了 再打的话黑棋可以拐出来 白棋就碎掉了 你走这儿呢 被黑棋先提两颗子 黑棋脚上很厚 你再提去补外边的断 上面还有一个挖断的问题 因为你不能粘三颗子 这儿还有一个断打 这样黑棋外边的鼓起 也就顺便吃通了 这个白棋肯定是不好的 你外面拔花也 都被黑棋限制住后卫啊 这个肯定不行 所以说白棋贴住补齐 黑棋站 下一手白棋拐头做活 这个里面肯定是活的 黑棋挖冲一个白棋站上 已经瞪出来两只眼了 那接下来黑棋要收拾 脚上这个烂摊子了 这个棋贴住 然后再飞一个 夹的话呢夹不到 夹白棋拐头搬一个 你立下去白棋再跳 这个都是棋型的要点 拐一个白棋就非常清零的跳出 这个地方黑棋也毫无办法 打的话直接顶打就行了 实战黑棋飞白棋肩顶 黑棋长一个 这个地方黑棋也着急了 其实本手的话 还是应该连回去 当然黑棋是不愿意看到 白棋这个头跳在前面的 跳在前面呢很难抓 你如果说在这样去夹击 首先脚上啊 要被白棋这样拐完之后夹搜刮一通 这个黑棋力的话还有风险啊 就是以后这个白棋左边这一虎 再虎下去的话 你脚上得补 你走别的话有这种跳 还有这个二路搬 这个棋脚出棋了 所以说黑棋实战走的是挺头 但是马上就被白棋搬下去 这里又要出问题 首先呢你不能断 断的话被白棋虎一个先手不断 然后再贴住 黑棋脚上就死 夹下去的话 白棋一路搬斩足度 这个走什么都是死啊 那虎一个扑打吃滚包 跳下一个直接冲死 所以说这个断不行 黑棋实战先夹 先夹如果说白棋搬足度的话呢 黑棋打完之后有这个二路跳的联络手筋 啊这个不是联络手筋啊 是这个活棋的手筋 白棋虎一个冲下去 黑棋虽然说不能断 断的话会被白棋给冲死 成的话再冲 但是呢黑棋可以虎在二路去做活 这样脚上一活 白棋要补断 黑棋再拆个边 那这样白棋还是比较危险 所以说黑棋是瞄着这个二路跳的这一招棋 白棋也就不跟你纠缠了 实战白棋沾 黑棋度过 白棋再跳出 这个地方黑棋痛苦在哪呢 就是不能冲断 冲断的话被白棋打吃完之后 这里搬一个 你拐头他长 你在跳夹这个都是夹不住的 被白棋往这一贴 这个地方到处都是毛病 这样黑棋也是这个直接散架 所以说黑棋只能跳出 被白棋上边先手一虎 连续压过来 这样黑棋已经从攻击白棋 变成自己要做活了 下一手棋搬 白棋反搬 这个地方白棋断没有什么意思 断的话黑棋打 虽然说你充一个黑棋挡不住 这边有个力 但是黑棋提就行 提的话让你吃这两个子 这个价值不大 黑棋右边开朵花 这个很厚 再点刺下来 对于白棋的这一块 还是会非常有威胁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白棋不追求对于黑棋边上这一块 造成多大的这个压力 只要能把自己上下两边连成一片 这个有左边这一块空兜底的话 那白棋这个局势肯定是大优 所以说白棋就搬 冲一个就非常俗的压过来 就算是满意了 这个棋呢黑棋你反击没用 断一个白棋就沾 你搬出来白棋断 尝一个跳 你还得再回补 白棋往上打持直接做活 至于底下的这个棋 黑棋想杀 其实也不容易 点刺的话白棋这个尾巴不要了 哪怕棋给你底下打吃做活 这个黑棋也没什么办法 像这个比如说利啊 利的话白棋还可以飞出 那就让黑棋下的很难受 实战黑棋倒虎补齐 接下来白棋这手顶 其实算一个小瑕疵 这个地方最好的就是虎在上面去补断 这样其实白棋已经联络了 因为黑棋点刺过来搬断的话 白棋反搬 你沾上白棋尖顶 搬的话白棋再往这一顶 这个就直接连回了 其实白棋主要联络 刚才我们讲的就可以满意 实战白棋顶在这 这个也太贪心了 被黑棋冲一个断 这里增加了一些变数 这个棋呢白棋不能打 打的话被黑棋断打在一场 那这个右上要被卷进去杀掉 外边都没有眼 所以说白棋虎一个 黑棋长 白棋再奔一个 这个棋是上面保留一个团的这个后手眼 然后外边瞄着要小心出头 确实是一个好手 然后黑棋右上二路搬斩 白棋沾上黑棋直接跳架 然后白棋上面夹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死活问题 这个棋如果说黑棋一路搬的话呢 就变成一个打结杀了 白棋也可以直接倒下去 这样就开结 不过黑棋的这个结材挺难找的 因为白棋的这个本身结实在太多 黑棋可能最终啊 还是要动用这个左下脚的这个结材 如果说黑棋找这里呢 白棋就不要了 这样脚上你就算立下去还是没有杀干净 右上被白棋全部吃通 黑棋已经又亏了一点 而且中间的黑棋很薄啊 你大龙也不活 或者说白棋还可以站在这去 活棋 你不能站 站的话被这个白棋打完之后再一虎活了 你只有搬进去 搬进去的话白棋也提掉 打三还一再一打 黑棋也不能站 站的话白棋中间有一只后手眼 活棋 你只有团在这 然后跟白棋去拼这个结 白棋的结材随便找 像外边这里的跨段啊 这个中间的冲啊 包括右边这里的跨之类的都算是结材 所以说这样黑棋也不太能打得过 实战黑棋是往中间飞 想加强这里的联络 顺便威胁白棋底下 白棋靠在二路 黑棋尖刺白棋沾上 那交换了这两手棋 其实这个大龙就更难杀了 因为首先一点啊 黑棋把右边这个老虎口沾上长期的话 白棋只要能虎到这一下 黑棋就杀不掉上面 但黑棋再搬的时候 白棋这个靠段 这个是先手 那你要打吃 打吃的话白棋就不是打在这跟你去开截了 是直接可以长一个了 这样的话 黑棋爬进去 白棋打一个 你沾上 白棋再坐眼 然后 因为这个地方气被紧住了 你冲 白棋沾你得提 那右上还有一只后手眼 这样白棋是火棋 那实战呢 黑棋往底下去跳刺 这个棋如果白棋沾 那黑棋还是要杀底下 右边这里点过来连回去的话 黑棋就跟着沾啊 你挤一个他就补掉这个道铺 这样的话呢白棋还不太好去 点杀黑棋啊 你要点杀黑棋就断底下了 白棋拐打长期 黑棋沾 你再断啊 右上虽然说是个经济独立 但是黑棋对于白棋来说同样也是经济独立啊 黑棋把这个棋收 这样这个白棋右上是火了 但是底下这里 看上去都不乐观 那 如果说白棋就跳方 去做火 黑棋也火 白棋还得再补 这样的话呢 黑棋在这个白棋中间靠段交换之前 可以先去顶一下 先把白棋这个后手眼给他破掉 等白棋沾这个的时候 黑棋再往上摆 这样呢 这个白棋不能长的 长的话 黑棋爬进去再打他沾上 这样两边都是只有一只后手眼 那就死掉了 所以说中间这个后手眼被一破 白棋还是只能去打结 然后黑棋破眼再去拼结 反正不管怎么说 只要有结的话 黑棋就还存有一丝的希望 实战白棋是走的非常的简明 直接往右边一打 这一打的话呢 黑棋没有选择 只有转身了 因为这个棋你不能沾了 沾的话白棋一路点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杀棋手机 你不能挡 挡的话被尖断 那你直接死了 你只有沾 沾的话白棋爬回去 这个里边是死棋啊 因为黑棋坐眼白棋爬 马上要掐进去 你团住的话搬 这个地方打吃再断 杀气是杀不过白棋的 白棋可以连续的打吃 尝出来三口气 再一沾 刚好快一气杀黑棋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 黑棋已经不能沾了 那你只能去吃底下的这个尾巴 被白棋右边提通 黑棋还得在后手沾上做活 那这一连串黑棋的屠龙计划 彻底宣告失败 被白棋先手活出来之后 底下的事情就只剩下收官了 接下来白棋往外压 向左边这里的锯控 现在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白棋围住 你再想从外边进来啊 这个就是送菜了 这个不可能活啊 这个尝一个打吃 这个肯定是死透了 不可能活的 所以说黑棋也就忍痛啊 把这个左上的一路斑瞻 先手双仙关子啊 给他走掉 这一走的话 里边的味道彻底的不干净 再也不会有任何的棋了 然后底下为空 白棋压过来 黑棋这个长也欠妥 这个棋应该回贴 我们来看为什么长不好 长的话没有增加多少空 关键是脚上味道变差了 白棋往这尖顶 黑棋搬 白棋可以反搬了 你要是断打打吃的话呢 那不用说这个被漏打一下 再爬那这个雪盔啊 那你长的话呢 白棋这一小间 要吃住黑棋这几颗子 你要打这儿呢 白棋沾上这个 黑棋的空也就漏掉了 然后你要冲这个冲这个就被挖死了 你这样虽然说能先手护住底下的空 但是是以这个割肉为代价 这个肯定不行 实战黑棋单长太委屈 以后或者说现在啊 哎呀建议白棋就无脑 推过去就行了 可以直接虎一个 断打沾上 黑棋收空白棋就二路打吧 底下马上还有个一路搬的这个线手大关子 黑棋逆收的话 白棋在无脑往中间压过来就行 这个棋也不用动脑筋 这样收一收 黑棋就只有投降了 实战呢白棋还是揪着黑棋不放啊 中间这个地方一点 确实这这也是一个发力的点 黑棋很危险啊 你要尖顶的话冲一个 顶住断长 你把大龙飞回 这个还没有飞回去 还有跨断啊 先不说这个 中间被白棋夹 黑棋两颗子当场死掉 长的话这一挤再一闷 这个死的更多了 尖顶连不回去 那黑棋就直接上面拐回 白棋也是硬来直接冲断 这个棋 黑棋还不能正面交锋 你要是这样去冲白棋断 你再补右边的话 那被白棋尖 黑棋大龙就死掉了 这个棋你冲出来 白棋常联络 几个他沾上 中间只有一只后手眼 往左边钻也是白棋的这个阵营 你只能说越走死的越多 所以说黑棋连这个都等不住了 只有小尖逃跑 白棋冲回 黑棋沾 这个沾倒是个先手啊 这个白棋上边不能不管了 有了这首沾你再补补 黑棋有这个连环招 就是断打完之后从这翻打 这样你提掉他再沾上去破眼 然后白棋上面就不活了 要被反杀 但是这个肯定也是骗不到白棋的 直接贴住做活 黑棋现在很难受 你还不能这样贴回去 贴回去被白棋挤 沾上 这儿还有一个挖断啊 两个断点 黑棋过不上了 所以说黑棋还只能很顶一个 按照正常的走法来讲 白棋这个是要长的 放黑棋回家 后面继续和平受惯 但白棋下的也够凶的 这个地方还要往天元这里冲 这个棋 就算我是黑棋的话 我肯定会搬这个啊 这绝对忍不了 先搬了再说 当然白棋有这种虎的先手 虎的先手搬那你不管怎么样 以后断打这个 先便宜一点再讲 但这个黑棋迟迟没有搬 也不知道为什么 直接跳啊 直接跳被白棋冲 黑棋虎一个 这个还挡不住 搬的话呢 被白棋长一个先手在冲 这个地方被断开呢 黑棋又死在里面了 所以说这里黑棋真的是节节败退啊 虎一个被白棋捅进来 你还得再单关联络 再被白棋来一个点刺 黑棋站上 那接下来的话 这个棋 其实黑棋以后再搬就 有点不太行了 因为白棋这里虎先手 就可以夹在这了 这个棋算是可以把它给撑住 那接下来白棋尖顶 黑棋还得再接招啊 搬一个 白棋搬进来 黑棋断打完之后回贴 这个不贴还不行 你要是往中间去连回大龙 那左下角被白棋拐断进来 这个生不如死 这个四颗子两口气 你只有打尺出来成绩 贴住 被白棋这里一吃通 残子一死的 差距又拉大了 所以说黑棋还得再回贴 然后白棋又开始最后的致命一击 中间间断 黑棋拐打 白棋底下断打完之后 终于这个算是性词手软了一把 这个地方呢 白棋最狠的是这一手挖 挖完之后黑棋打 白棋可以打尺在这儿 这个是一个结 因为这个结如果一旦黑棋打不过 只能粘的话 白棋可以再来一个倒扑 那这样的话 这个黑棋中间大龙要被 全部给卷杀进去了 那打这个结 而且白棋还有本身结 像这里断打 顺边破眼再提 这个结打起来 黑棋也够呛啊 不过白棋不想这个在这儿 再找麻烦了 就直接往旁边一打 走到这儿黑棋也就认输了 因为这个棋 黑棋粘的话 白棋继续挖 你再断打 白棋就算不去开截 粘上黑棋也不行啊 你这个中间想大龙活棋的话 只有提 提的话白棋往后面一打 这边借不归了 你中间提掉 他提掉两颗子 这个底下两颗 白棋又全部吃通 又救回来了 然后下方还有这个 大伸腿这种先手搜刮 黑棋已经完全受不了了 那这一盘棋呢 于震营是 算是完败的一局啊 确实不太应该 这个导火索的话 还是在左上角 就硬顶出来这颗子 确实失去了理智 而且后面就让白棋 左边大控 如此轻松的 高效率为主的话 确实是黑棋的战略失败 后面这个棋 黑棋有点惨了 想拽住白棋 右边这半盘两条大龙 结果先让自己 右边这块被卷进来 然后最终 其今还被白棋全部吃通 又让白棋获得先手去收官 然后这个滕泽李菜下的也是非常强硬 并没有在优势的情况下选择收手 而是从中间这手点刺开始就揪住黑棋大龙不放 那于震营虽然说后来也是下的比较顽强 但是确实已经无济于事了 那这样的话 做这个视频的时候就是 方若曦那盘还没 结束啊 不过也快了 看胜率已经百分之百 那这样的话四强 方若曦那盘如果最后没有什么问题 获胜的话就是 我们有两位女骑手出现啊 一个是方若曦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周鸿瑜 然后日韩的话是这个滕泽李菜和崔金出现啊 四强的席位里面我们中国的女骑手占了两位 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崔金还是非常的强啊 这一关不太好过 那希望后面我们的骑手能够加油 把崔金给灭掉 好那这盘棋就给骑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的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骑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